大家會發現新世代的車都配上了 48V的這種輕型的複合動力系統 一方面除了捷輪之外 它還有沒有什麼其他的優點呢 型男這方面你就還滿了解的 可以跟大家分享嗎 的確最近最近我發現 不論是日本或歐系車廠 不論是一般品牌或是豪華品牌 其實越來越多都已經有所謂的 Mile Hybrid 當然各家運用的科技 有從這個12V 24V 48V不同 但基本上以主流來說 還是48V是較常見的 那我們就講48V它主要的用意 最主要就從不同的面向 第一個就是它在動力方面 會有一些幫助 譬如說有一些渦輪增壓 可能在前段會有一點點的 這個TurboLag它藉由48V 它會有輔助引擎出力 這樣的作用 就可以把這個TurboLag 再消你一些 那或者是你在中高速 你要重油門超車加速的時候 它也會給你大概有10多匹左右 不等的一個動力方面的輔助 那它在你收油回油 煞車的時候 它也會有這個動能回充 那不僅是幫車上 這48V的離離子電池 做續電回充的功能 那對你車上車頭引擎室 原本的這個千栓電池 也會同步做回充電的 這樣的一個輔助 那再來就是在這個代速啟停 因為大家知道 其實為了這個 能源環保法規 越來越嚴格 對於油耗數字 所以幾乎大多數車 都有所謂這個 Idle的Stop Star代速啟停 那大家以前都很討厭 它這個啟停的時間也好 震動也好 噪音也好 那藉由現在這個ISG的 整合式的啟動馬達發電機 讓它的代速啟停的震動 噪音都大幅的減低 所以一般人像我現在 過去這一年開到這些車 你就會比較不會想要 去把它關掉 你就可以接受 它這個代速啟停的效果 那當然這個所有的效果 最終的目的 就是讓它在動能提升之餘 節能像我們剛剛講 在這個油耗數據也會更好 那我們講這個 比較主流的這些車款 一般品牌 所以除了我們講的 今天這個Suzuki來說 我們一開始也講 它從最入門的小車 Ignis、Svift 都有這樣的一個 輕油店的配置之外呢 那如果講到歐系的 福斯的購福 大家都很熟悉 也都開始用48V 那豪華品牌的EA2B 我們講ODI的Q7 或B&W的5系列 賓士的C-Class 也都用了48V 這樣我們剛剛講了 不同的訴求 那回歸到我們今天的 這個重點來說 如果今天消費者 你要以100萬 這樣的預算來買車 那我們就以進口車來講好了 那我們幫大家挑出了 三台車款 一個就是我們今天在講的 Suzuki的All-New S-Cross的 前輪驅動版本 它的售價是98萬 那它就1.4的Booster Jet 加上48V之後 那馬力有129.2P 23.9公斤米 那不要忘記我們剛剛講的 這個48V 它還會另外有13.6P 以及5.4公斤米的 這個馬達的這個動力的助益 那實現在前輪驅動版本的上面 它實現了19.4的 1公斤的這樣的一個平均油耗 非常好的表現 那在主安配備 消費者很重視 它現在這個新車也都配上了 Suzuki他們家的Savity Support 那再來看到它的這個兄弟車 Vitara的部分 如果也以前驅動版本 也是94萬 因爲我們這樣的一個條件 那動力的表現 跟剛剛講的S-Cross 基本上是一樣 那油耗它也有一公升 19.3 主安也有Suzuki Savity Support 這樣的標準的配備 那另外的話 在韓系品牌的Kia的Stonic 雖然也是屬於CVP這樣的一個級距 但基本上尺碼再緊湊一些 然後在這個價錢上 因為它用的是1.0的三缸 當然你說到三缸的話 它就整體的運轉的精緻度 如果要跟今天我們講的Suzuki 這個1.4 Boosted Jet 我個人覺得 還是四缸的運轉精緻度 都會再好一些 但是三缸它還是有它的優勢 譬如說它外掛了這個48V之後 這個更緊湊的身形 那它的出力數據也有120P 20.4公斤米 前輪驅動的版本 那它的平均油耗 它是三缸 它可以做到19.9 所以Stonic的油耗表現是非常不錯的 那再來的話 主安配備Kia他們家 則會有DriveWise的主安配備 所以在百萬進口的話 就有這三台的選擇 好 這次呢 其實Suzuki的S-Cross呢 它在這個Safety Support上面 大家比較關注的是說 它的ACC也到達了全速域 就可以從0開始到160 所以讓你在整個的行路的過程當中 那如果你真的北高往返的時候 也比較不會這麼的累 但是竟然有車主 可能車上有ACC 可是它竟然是不會用的 我其實自己身邊遇到蠻多這種例子 然後特別是有一些 比較年輕一點的駕駛或女性的朋友 他們每天都在開車 但也可能每天都在開高速路段 但是他們不知道或者是不願意去嘗試 或者是不敢用 但我必須說 其實早期這個功能 慢慢開始普及的時候 很多的品牌設計是要用 比較複雜的操作方式 比如說要有撥桿啦 在那邊調 在那邊調 那我們就以Suzuki來說 其實這一次的設定就很簡單 方向盤右邊按幾個鍵 其實你速度定好 車距抓好 它就可以開始全速域的定速的巡航 那以這個功能性來講呢 Suzuki Safety Support 其實它在剛剛冠有說 它是全速域的功能 那全速域呢 包含到沙艇 甚至是前方的車輛靜止 大概三秒鐘以內 它都可以自己的行駛離開 所以普通高速 或者你市區遇到塞車等等 這些狀況呢 它其實都可以幫你做 非常人性化的車距維持的調整 有的時候甚至真的比自己開 還要安全 還要穩定很多 那特別呢 當然就是在高速的路段的時候 有這樣的系統 你當然駕駛的疲勞感 就會降低非常的多 對於行車的安全 也是比較保障 那以這個系統來說 Safix Port其實除了 ACC主動式的車距控制之外呢 其實像包含它的雙桿支器的 煞車輔助 也就是說前方有事故 它偵測到除了提供警示之外 都可以做比較即時立刻的 緊急煞停來降低碰撞的傷害 那包含前方 包含後方 包含盲點 包含車道的偏離警示 這些功能全部都是有的 所以我覺得一樣 以CUV的身分來講 很多過去這幾年慢慢補齊了 在這種尺碼 它的安全配備可能不如中大型的 休旅車來得這麼的好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 其實配備幾乎是沒有什麼差異的 那最後在行駛上面 剛剛看了環境 剛剛看了在 我特別覺得在四輪驅動 這個部分在台灣 其實可以算一個安全配備 特別台灣多雨 潮濕地滑的 這種環境 高速公路也常常 有一些地方會積水 沒錯 其實都是在增加你行車的安全 那駕駛模式的調整 或是一些脫困的這些功能 其實也是便利性的一種提升 所以我覺得以現在來講 買到這樣極具的車 你可能不用花到一百多萬以上 更高度預算 其實以它二輪驅動版本的 入手的價格 配備都是沒有差異的 安全性的防護 也不會因應等級來做區分 尤其在台灣市場 台灣的消費者 真的很喜歡日系品牌的休旅車 如果你的預算在百萬之內 而且你想要買到 時下非常夯的這種CUV的話 一百萬之內 這三款的CUV 廝殺非常激烈 艾達 關於還記不記得 我們以前常講 就是說百萬中型休旅車這個市場 曾幾何時 現在這個CUV 也要來到這個價格代 你會覺得很特別嗎 當然因為很多人看來 意識到說其實我真的不需要開 這麼大一部休旅車 我想要身形更加輕巧 一點點的這個CUV 那所以CUV現在這些車型 也是如雨後春筍般 一路的這樣推陳出新 而且你有沒有發覺 CUV的每一台車 那個配備基本上 都是給你攻頂的一個 這個狀況 沒錯 那當然啦 那這個價格代 如果你還想要買 這所謂歐洲原裝進口的車型 那當然就是剛剛大家介紹這個 Suzuki的這個 All-New S-Chorus 是屬於歐洲原裝進口的 那好啦 在這一個價格範圍裡面 這樣子的一個CUV 我們列出三台車 來給觀眾朋友們比較看看 當然第一個是 Suzuki的All-New S-Chorus 第二個是Toyota的 Kara-Chorus 那如果他以Hybrid的這個旗艦版本來說 售價來到的是99.5萬 事實上就是在這個百萬的打擊範圍內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Honda的CRV 這個Prestige的尊榮版 也要87.9萬 當然跟這個S-Chorus 跟Hybrid的Kara-Chorus 價格上有一點點的落差 不過整體在整個科技面向上面 跟配備跟引擎的這個科技上面來說 就有很大的差別 因為以Honda的HRV來說 它是1.5升的四缸自然進氣引擎 那Kara-Chorus是1.8升的四缸油電混合 標準的Hybrid油電混合的車型 那如果說你再看是這個 Suzuki的All-New S-Chorus來講 它是1400cc渦輪增壓引擎 但是配上的是這個48V的 MyHybrid的這樣子一個科技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在油耗的表現上面 這就很有趣囉 你看到沒有 Kara-Chorus它是油耗表現最好的啦 它的每公升汽油有行駛21.9公里 那這個HRV呢 每公升汽油只能跑17公里 那因為它的這個是自然進氣引擎嘛 那你可以看到Suzuki S-Chorus 每公升汽油可以跑19.4公里 說實在的喔 已經是非常非常優秀 但是來了 你如果要講求動力的話呢 這幾部車的動力都是在120幾匹左右 最大馬力的會是Suzuki的S-Chorus 129.2匹馬力 但是一台車要好開 冠儀我們常常去試車啊 去爬山啊 要好開 不是你要油門踩到底 把轉速拉到100這樣子 那要吹起來才知道要好開 其實就是要油門輕輕含著 然後有豐沛的扭力輸出 才會讓這台車子好開 那這三台車裡面 你就會發覺扭力最大的是 Suzuki S-Chorus 它有超過20公斤的扭力 來到23.9公斤米的這個最大扭力 其實這已經算是2500cc 汽油自然進氣引擎的 這樣子一個動力範圍了 那相對於其他的 其他的兩款車而言的話 就是扭力稍微就小一點 大概都是14公斤多一點點左右 那我們剛剛講 這個價格帶這樣子的CUV 它的主彎配備 其實都還蠻豐富的 Suzuki有這個Safety Sport 那Toyota是這個Safety Sense 2.0 跟Honda的Honda Sensing 所以在這個選擇上面 你就會發覺 你花差不多的錢 選擇CUV這個級距 那當然進口的 歐洲原裝進口的身分 好像更高階一點對吧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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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